主角备给大家好 主角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放 鸿豆腿重新扑卡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娜塔莎 红豆尼的朋友们又问了红豆尼什么样的问题呢? 伴女间的价值跟不同,怎么办? 伴女又要吵架,伴女的价值观又不一样,怎么办? 干嘛要谈爱? 我们才会说,两性关系,夫妻感情 爱是人生修炼的道场 其实两个人,价值观会一样吗? 不见得,真的都不一样啊 你要求说,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一样 这是比登天还好的事 这个状况要怎么来解决呢? 爱可以消融一切 只要你爱他,那价值观不一样 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就会很痛苦 你想要花钱买这个东西,那他很节俭 不要买,不能浪费 你喜欢吃肉,他喜欢吃素,怎么办? 但光生活习惯就有很多不一样 要怎么样来调和这样的状况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建设性 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 还有我们有不同的个性啊 怎么调和才是最重要的 你选哪一个牌呢? 子盈 我选三 三呢? 这张牌叫做 小丑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 你会装的价值观好像跟他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只跟伴侣啦 跟朋友可能也是 我有我的价值观 OK吗? 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选择 我就是跟你价值观一样 这个最简单了 他喜欢冲浪 哦!我就去冲浪 要节俭 那就节俭一下吧 要吃素 吃素一下啊 没关系 这些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那在我的私领域 我一样吃肉 我不喜欢冲浪 算了 你会选择去配合对方啦 那就好啦 你有你的方法 很好哦 这种人 不要太迷失自己就好了 你不要说 你配合他 你就忘了原来你是喜欢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痛苦 你配合他以外 你还要去做很多 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可以平衡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一的同学 选一的同学这张牌叫做 多余 这样的同学呢 很有趣 你会很积极的要参与他的价值观 然后你也会游说对方 来参与你的价值观 哎 我跟你一起去冲浪啊 你来跟我一起去逛街 你喜欢 通通变成两个人共同的价值观 那当然有时候啦 你会吃地面 等会碰冰子 你要怎么配合他 那当然无所谓啊 当你要求他来配合你的时候 如果你碰冰子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当成软冰子就好了 碰一次 碰两次 碰三次 碰四次 哎 其实哦 女伴侣也会跟你一起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不要在过程中去制造太多的争吵 他这次他不想做 你下次再要他做 最忌讳的就是要三次就不要了 其实他已经准备要答应你了 结果你没有要他就没有了 好 鼓励你积极再进行下去 把这种事情当撒娇也可以啊 你要做到不会生气 好 接下来我们要解答选二的同学 选二的同学这张牌叫做 埃及之言 你啊 只想改变对方的价值观 这就是两性关系的引路一条 没有人真的可以被改变 所以你很辛苦哦 不要试图改变别人 也不要以为你是那个可以改变那个人的人 爱情就输在这样的观念 你自以为你可以改变对方 你自以为可以成为那个改变他的人 甚至你很乐观的认为他会为你而改变 那你的爱情会断送在你的手上 对方其实不会改变 每一个人都不会改变啦 是更多的努力 然后可能更多的开放 你可能会太容易要对方赞同你的跟你一致 那你会很痛苦 对方呢 可能也会很抗拒 那常常这样的关系 就会走不下去 就会来到选四的同学 好我们来选四 选四的同学哦 叫做 海王星 就是疗愈 那有两种疗愈的状况哦 你已经决裂了 决裂之后你只好自我疗伤啊 又或者呢 你在关系里面 你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态度 就是他的价值观 就是我的价值观 两性关系里面 常常遇到的一个现象 本来呢 那个男生不吃辣 然后那个女生吃辣 久而久之 那个男生也吃辣了 然后那个女生呢 是不会去夜店的 可是呢 跟着那个男生 久而久之 他也能够去外面呢 参加一些party 然后去夜店 这就是这种现象 两性关系里面呢 你只要坚定 你就做你做的事情 爱人会跟随你 又或者 你也自然而然 会跟着你爱人去做 他喜欢做的事 那就很好啊 他的价值观 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可能有哦 对不对 本来开车的 现在变成坐公交车 哈哈哈哈 本来呢 每天就大鱼大肉 现在非常养生 自带便当 恭喜你们 如果你们可以乐于 让你的爱人的价值观 变成你的价值观 爱就是解答 因为你爱他 他的全部 就变成你的全部 恭喜你们哦 所以价值观啊 不会一样 只有融入的问题 学习或配合的问题 我们跟伴侣 就是要和好啊 我们以后 可不可以多提一些和谐的问题 价值观真的不会一样啦 就看你的态度 还有你的目的 人性关系就要很棒哦 好好的改变一下下 我们改变不是对方改变 加油 GoG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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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